他眼睛有人买了预售屋 但是他觉得被骗了 高雄这个住户去投诉 说当初买预售屋的建案 广告讲得很好听 说有健身房 游泳池跟交仪咖啡厅 但是他实际入住之后 发现这广告的很多设施 其实都没有 甚至健身房是还要再另外收费的 而住户也投诉到消保会 那么建商被要求改善之后 在大厅放了小小的一台胶囊咖啡机 住户走到大厅 想要来一杯当初买预售屋时 说好会有的交仪厅咖啡 只见柜台人员按下小小的胶囊咖啡机 这画面让住户哭笑不得 因为看看当初 卖房广告主打强项设施 多达14项 咖啡厅 厨艺教室等 入住后发现很多都没有 咖啡厅交仪厅 为了我们在消保那边开会 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咖啡厅交仪厅 所以就用一个咖啡机 就当成是咖啡厅交仪厅了吗 广阔的大厅放一台小小咖啡机 就变成当初广告上说的交仪咖啡厅 落差感真的好大 保健室就是空房间 放一张床跟AED 让住户傻眼的还有健身房 当初我们在买的时候 都说健身房是送给我们使用的 城屋的住户在签订合约的时候 就有合理说要收使用费8万 用直跟SPA等健身设备 住户脸书讨论 一开始都说是送的 怎么后来还要花钱 而住户拍下的画面 还有更夸张的 当初门口的绿植栽 在执照过了后全被挖掉 改做水泥停车场 住户投诉 建管处来机查后 建商拿绿色油漆在地上狂喷 真的变绿地 甚至还用了人工草皮覆盖 但这些行为已经明显违反 都市审查计划绿化比例规定 遭到建管处开罚 现场机查确实也是还没改善完成 所以我们公务局之前 已经也开出一张6万块的罚单 针对投诉 建商表示消费纠纷 已经进行协调 不愿出面受访 部分住户的私下要求 也已经搜集证据 误排除提告 但说好的交于咖啡厅 便小小胶囊机撑场 送的建设房要付钱 住户大探 广告就算仅供参考 感觉落差真的有点大 下期视频就上股线高中报道